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导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人生中所有的遇见 上至父母 下至路人 就像看到敬雅佛音频道一样 都是一种缘分 当然了 一定是佛菩萨的加持 前生一定是有佛缘的 所以才会看到敬雅佛音的这个视频 开始学佛念佛 有的缘呢 很浅 只是眼神交汇 最后擦肩而过了 有的缘分很深 还会很长久的相知相伴 有的缘分就很美好 它会带给你快乐和幸福 有的缘分很痛苦 让你经受挫折和心碎 有的缘分是恶缘 所以看到彼此都非常的讨厌 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举一个例子 有很多人看到我呢 就欢喜赞叹 有的人就看到我是贼眉鼠眼 看哪儿哪儿不舒服 你看啊 这都是前世造的恶缘 所以呢 我看到这个以后呢 我都是尽量的在改变我自己 我让我自己说话变得温柔 然后脸上多带一点笑容 尽量的让大家看到我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能多听一点视频 多听几个故事 也许有一天会感化它 开始学佛念佛 我也希望大家在支持和鼓励的同时 如果静雅有任何的问题 请指正和批评给我提出意见 墨学会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一定会努力的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今生遇到了什么 这都是缘分 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 但所有的缘分都是有意义的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能够相识相知都是一种莫大的缘分 你想想 世上人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会千里迢迢的走到了一起 为什么就相遇了呢 世上有那么多的个性 为什么我们就可以相互吸引呢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种强大的磁场的 它一定是同样的人就会吸引到一起 今生的遇见 或者是短暂的 或者是漫长的 但是呢 无论今生你遇到了谁 都是你该遇到的人 其实缘分这个东西就是讨债的 还债的 报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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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语言成熟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合合到一起 想分也分不开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普宪法师讲的故事 在世情缘 这个故事啊 挺发人深省的 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 这个缘分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经历了多生多劫 最终还是会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啊 再看到我们世上有很多看着不顺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哦 这不是他们的错 这都是他们前生的缘分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上海的某一间寺庙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人事物 但是在这里啊 不能讲出名字 这一间寺庙里有两个比丘尼 从小学 中学一直到大学 都是同学 后来读到佛经以后 又一起出家了 因为从小就在一起 已经习惯了 结果上厕所也要在一起 洗澡也要在一起 睡觉也要在一起 出家以后 这个庙里面管理非常的严格 可是慢慢的发现 这两个比丘尼很奇怪 早晚课一定也要站在一起 吃饭也要坐在一起 洗澡的时候还是要在一起 慢慢的寺庙里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很头痛啊 很麻烦呢 后来就刻意的把它们分开了 结果两个人就都生病了 两个都是哭哭啼啼的 只要不见到对方 就很难过 就很痛苦 很奇怪的是 出了家以后和原来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还是老样子 后来呢 有一位老和尚来到寺院 院里呢 就请教老和尚 因为老和尚有神通 结果呢 老和尚就倒出了原油 老和尚说 这个没有什么 这是三世以前 他们是母子 家里人一个一个的都去世了 只留下了这两位母子 相依为命 母慈子孝 那个感情的浓厚不是一般人能够随便拆开的 因为连续三世做母子 培养出的感情执着 造成第四世的时候 竟然变成了夫妻 本来是母子的 三世做母子以后 那个情念就变成了夫妻了 这下子真的是如鱼得水 那一世的夫妻关系 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的浓厚了 因为男女之间的情欲很浓 所以也就忘记修行了 死了以后就变成了一对天上飞的燕子 这对燕子也很巧合的 有点善根 就在这个寺庙里面 结草做窝了 我们也都知道 寺院里每天都是木骨沉中 每天在读心经啊 地藏经啊 无量寿经啊 阿弥陀佛的圣号啊 观音菩萨啊 每天都在诵经念佛 所以这一对燕子夫妻 天天都在这里 听出家人诵经念佛 木骨禅中 就这样种下了善缘 结果有了这个善缘以后 就投胎转世了 这一世两个人都变成了女众 而且两个人是邻居 感情又很好 以现在的名词来讲 就叫做同性恋 同志 后来读到佛经以后 两个人就一起出家 一起剃度 一起受戒 可是 那个习性还在 老和尚就单独跟他们两个讲 你们这个情欲已经好几世 好几世好几世了 现在既然有缘出家了 总得要保持一点距离 个人有个人的修行空间 你们这样总是粘在一起 就忘记修行了 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生来世 要想得到人生 是很难很难的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一定会躲三恶道的 这两个比丘尼这样一听 就被老和尚给警醒了 从此以后就保持了一点距离 好好地用功修行了 从这个故事当中呢 就说明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眼耳鼻蛇身翼这个六根 时时刻刻都是往外面去探索的 我们往外探索的时候 人类的科技会越来越发达 种种奇奇怪怪的 光怪陆离的世界 就会不断地出现 所以在这个五着恶事当中 我们也每天看到 不同的奇怪的新闻 奇怪的事情层出不穷 我们的缘分 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其实我们活在世上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份 长长久久的感情 而不是一场无疾而终的分离 但是你越想这样 恰恰相反 不喜欢的人每天在你的眼前晃 喜欢的人你就是够不到 遇见谁不是我们决定的 也无法遇见结果 而不可否认的是 正是这些的遇见 才会有生命的苦与乐 然后我们才会渐渐地明白 人与人之间靠的就是这个缘分 相遇本来就是一种缘分 如果我们今生遇到了善缘 那还好说 如果真的遇到了恶缘 我们也不要气馁 就是从我们自身做起 这样我们的生活呢 就会慢慢地越来越好了 无论是善缘还是恶缘 通通地都要把情职给放下 在我们修行的路上 贪念世上的一根草 对我们的往生都会有障碍的 何况我们的情职 如果这么深的话 一定是六道轮回的 希望今天的视频 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精进地念佛 放下万元 求生极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欧阳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